字幕志愿者 约翰 titgetestlender 讀法有人又讀成这样子 这个叫做TIE SQUARE SQUARE就是这个平方 叫做TIE SQUARE 选为写一下 叫这样 TIE SQUARE 就叫DISTRIBUTION 这个DISTRIBUTION 要來做什麼呢 要來taste 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等於某一個數值呢 他taste這個 記得我們說我們的 moo hypothesis 這邊要寫的一定是族群的特徵值 對不對 一定來要測驗的一定是族群的特徵值 不會是樣品的特徵值 對不對 樣品的特徵值 你手上有什麼樣品 那個值出來是多少就多少 不用測驗 要測驗的是什麼 是這個樣 這是族群的特徵值 那族群有兩個很重要的特徵值 前面我們講的什麼moo對不對 要測試moo等於某一個數值的時候 我們用了什麼taste taste的rain taste的rain 那在講t之前 我們講的什麼 z的rain 來複習一下z 因為今天在做這個開square的時候 會用到z的觀念 z的話是怎麼一回事 我這邊的variable 假如是x variable的時候 我減掉x的期望值 那也許就是我們的mu 就是我們要測試的這個mu0 下面呢 圖上誰 分母是誰 x的standard deviation 對不對 這樣叫做z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z是什麼 假如我的variable是誰 x bar的時候 然後減掉誰 x bar的期望值 那它也是mu 圖上x bar的standard deviation 多少 分號n分之sigma 對不對 所以呢 一直提醒大家的是 這個分母看起來很不一樣 有一個圖上在多圖的一個分號n 可沒有 最重要的不同是因為什麼 是在針對哪一個x variable 來做taste 這個是x variable 這是x bar的族群的 所以x bar的族群的standard deviation 是這個 x的standard deviation 是sigma 所以這兩個z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那時候講過什麼 要tastemu的的時候 我們用z要來tastemu的range 所以這個mu可以用我們的 這個所猜想的這個mu0 放在這裡 來看說 從族群的 從樣本的x bar來推測這個 它是不是屬於族群是等於平均值mu0 這樣子的一個族群來的 但是這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那 那 我又不知道這個sigma怎麼辦呢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怎麼樣 要把這個sigma換掉 所以就變成了怎麼樣 x bar減掉mu0 除上更號m分成s 用這個樣本的s來代替的族群的t 所以就變成了taste 那當然這邊也可以變成t t是什麼樣 x減掉mu除上s的時候也是t 這樣了解嗎 好 同樣的概念 今天我們講high square的時候 要來taste誰 variance是等於某一個數字的時候呢 那 會用到這個z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然後呢 你要去思考 那這樣的一個distribution 為什麼可以用來tastevariance variance variance是什麼數字呢 ok 好 那麼 variance很重要 那個有沒有意識到 mu很重要你大概知道 就說 我想要知道那個族群的平均值是多少 這是一般大家比較會意識到的東西 但是variance什麼時候會用到 我們要去taste那個variance variance是什麼 我們定義它的時候是怎麼樣 它這個族群的那個觀測值的 真吃不齊的程度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你會去用到它 要來taste它 嗯 其實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品管的東西非常的重要 舉例來講 你是一個百貨公司的經理 要進貨 那個貨那個嗎 鳳梨罐頭好了 好不好 它鳳梨罐頭要進來 那個鳳梨工廠說 欸我這個鳳梨罐頭喔 那個平均值一罐呢 重量是多少 五百克 好了五百克 平均值是五百克 這樣夠好嗎 它只有講它的平均一罐重量是五百克 這個就是我們想知道的 它的平均值是五百克 這個 那我們怎麼樣 我們可以去取一樣 然後出來看說 從這個取的一百個罐頭出來 然後算一算這些 一百個罐頭的平均值是多少 然後用它來taste 說欸它生長的平均值是五百克 這樣是不是可以接受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想想看 這個罐頭呢 要是呢 它說平均值是五百克 但是有的罐頭呢 是一百克 有的是一千克 有的是八百克 有的是 呃四百克 那當然有的正好也是五百克左右 這樣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這是表示什麼 假如它這樣子 雖然它平均值是叫做五百克 但是呢 它出來了 它工廠出來的罐頭 有的是一百克 有的是一千克 有的是五百克 有的是八百克 那你要消費者怎麼辦 每一個人上超市的時候 就自備一個襯子 包在那邊去 所有鳳梨罐頭擺在那裡 一個一個拿出來襯 因為什麼 它雖然平均值叫做五百克 但是呢 可能有一千克的 對不對 你想說我今天是不是要中了大獎 要帶一千克的回家呢 還是呢 你很倒楣 隨便拿一格的話 你不趁著的話 就是拿了一百克的回家呢 這樣好不好 不好啊 所以所謂平均是怎麼樣的 不要它的那個變異的程度很小 這樣了解嗎 最通常呢的話 你會看到它後面還有一個 加減一個數值在那裡 表示什麼 譬如說我的平均值是五百克 但是呢 它會多一點點 少一點點在這個範圍之內 加減什麼 standard deviation standard deviation 其實就是variance 在哪個開口號而已 對不對 所以是怎麼樣的 我們會希望它控制怎麼樣的 這些罐頭雖然平均值是五百克 可能平均都是一樣五百克 但是呢 這些罐頭的每一罐的 重量不能差太多 什麼叫不能差太多 重量要差不多 就是什麼 variation要小 那variation到底多小呢 你怎麼測試呢 就是這一個 要來教的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發明 ok 好 好 知道它的可能的用處了以後呢 那我們就來介紹 什麼叫做 chi-square distribution chi-square distribution 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族群 它的觀測值還是x 你也可以把x當作是y 隨便你用你的這個observation 是要用x當代號還是y當代號 那假如你用x x111到xn 這樣 這樣子 那麼這是一個族群 假如它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是muvariance 是sigma平方 就這樣子 有一個族群在那裡 那麼我取simple size 乘乘N 的一個樣本 然後這邊有x1 x1 x1一直到xn 這個樣本的觀測值在這裡 那我把這個樣本的每一個觀測值 變成是z平方 可以嗎 怎麼樣變z平方 假如我知道mu sigma z 剛剛幫你記錄在那裡的 每一個x變成z平方 ok 好 變成z平方 所以x1變成z平方怎麼變 x1 x1 減掉什麼 mu 對不對 除上sigma 然後把它平方起來 這樣是不是就叫z平方 叫z1的平方 好 第二個處值 x2 減掉mu除上sigma 平方起來 等等 每一個數值都這樣把它變成z平方 之後呢 把這些z平方全部加起來 所以呢 全部加起來 這講到每一個數值叫做z平方 ok 那麼把這些所有的數值加起來 zi的平方加起來 有幾個數值 sample size是n 所以呢 有n個這樣的z平方 對不對 i從1到n把它加起來 這樣的一個叫做summation zi平方 所以每一個樣本出來一個summation zi平方 好 我重複取量 一樣sample size 一樣是保值是n 類似這樣子 另外一個樣本 x1一直到xn 然後呢 我也算它的z平方 然後算出來一個summation zi平方 summation zi平方 這樣子 可以嗎 一樣化無辱 所以 以這樣子 我們前面講過 你可以不斷地歸環取量 取sample size 都等於n的 把所有可能的樣本取出來 所以呢 所有可能的樣本 每一個樣本都可以算一個summation zi平方 我們把這一個summation zi平方 令它等於叫做是一個chi square的數值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邊就有很多chi square的數值在這裡 把這一個所有可能的這個sumation zi平方 來把它那做成平度分布 那它會follow理論的 它會follow理論的chi square distribution 理論的chi square分布 OK 那tiquial freedom是n 這個叫做abpsilon 對不對 它的tiquial freedom是n的chi square的分布 那理論的 chi2分布呢 我把它寫出來 但是你沒有 你不必把它背起來 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這個是理論的 pi2 distribution 所以呢 所以呢 這是一個全新的 跟前面的 z 跟 t 都不太一樣 那麼為你 為了讓你有一點實體的感覺 我們舉一點實際的例子 把它放進來看看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所謂的圖群呢 這個 normal distribution 假設我們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是等於50 varance呢 等於100的 這樣的圖群 舉 sample size n 多少 等於5的樣本出來 那這個等於5的樣本出來的時候呢 那裡面的觀測值是怎麼樣子呢 所以有5個觀測值 對不對 50 57 42 63 32 類似這樣子的 那麼 我們就算它的summation zi 平方 怎麼算summation zi 平方呢 我們先把每一個算 zi 平方 所以這邊的50就變成多少了 z i 平方的話 z i 平方的話 50的話 是多少 50減掉多少 z i 我們剛剛這邊講的 是什麼 x減掉mu 除以sigma 就是變成z 對不對 所以呢 x是多少 50 減掉誰 mu 是50 除以呢 sigma sigma 跟sigma 平方要分開來一下 所以sigma 是多少 10 然後這樣平方起來 第一個數值50 已經變成z平方 第二個數值呢 是這樣子 57減50 的平方 除以10 類似這樣 五個數值 全部都變成z平方 所以它的第一個 k2的值是多少呢 是多少 因為很小 我把它寫在這裡 所以 sigma z i 的平方 就變成多少 50減50的平方 除以10的 然後 加第二個數值 57減50 除以10的平方 加第三個數值 42減50 除以10的平方 加第四個數值 63減50 除以10的平方 加第五個數值 32減50 除以10的平方 得出來是多少呢 sigma z i 平方 得出來叫做6.06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數值了 叫做sigma z i 平方 第一個數值叫做6.06 好 好 在你計算的過程 我為什麼這麼不厭其煩呢 這個 好像很枯燥的把它帶進公式 然後 還要把它 這個 好好的把它寫一遍呢 為什麼 在你寫的過程裡面 你去解釋一下 所以這個 開始會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質 ok 好 假如第二個樣本呢 也是 這個n是5的話 這邊一定也是5 好 第二個樣本 假設它的數值是這樣子 是55 44 37 40 52 那麼第二個樣本 也可以算一個sigma z i 平方 對不對 那怎麼算呢 sigma z i 平方 照樣算一個 我們把第二個樣本 寫在這裡 第二個樣本的summation z i 的平方 是等於多少呢 一樣 55 5 減掉 50 除以10的平方 加上多少 44 減 50 除以10的平方 一直加 把這五個數值全部都算出來 那 最後一個是多少 52 減 50 除以10的平方 好 得出來的數值叫做多少 3.34 好 第二個樣本 得了一個數值叫3.34 類似這樣 那你把所有的 chi square的值 所有可能的樣本 每一個樣本 得到一個數值 對不對 叫做summation z i 平方 也就是說什麼 這個summation z i 平方 就是一個 pi square的值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 pi square的值 所以有6.06啊 3.34啊 等等的 這些 在這裡 然後你把它畫成 pi square的值 pi square的值 把它排好 從小排到大 然後呢 做成它的頻度的分布 這樣子的時候 它就會follow一個 理論的pi square的值 我開始要畫它了 好 你覺得 它有什麼特質 它的分布 像我們的t或z 它的範圍是多少 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對不對 t或是z的範圍 是不是 從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有負值有正值 chi square呢 嗯 只有正值嘛 所以第一步 你就知道它的特質了 對不對 它會不會有負的出現 不會啊 是不是 這最小最小到哪裡 到0而已啊 到0的話每一個數值 通通都一樣 所以variance 都沒有 所以才會是電子 所以不會小於0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個特質是什麼 ti square的值 它怎麼樣子 是從0到正無窮大 OK 我自己把它寫出來 第一個特性 0到無窮大 而不是從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了解嗎 喔 因為它不會是一個負的值 好 那 所以呢 它對不對稱 啊 它會對稱嗎 它不會對稱 好 不像我們的 都是對稱的 對不對 所以 假設呢 開 square的的話 n等於1的時候 像這樣 n等於2的時候呢 像這樣 那譬如說 這是n等於1 n等於2 然後呢 n等於3 可能像這樣 然後呢 變成n等於5的時候 像這樣 啊 n等於10的時候 像這樣 啊 n等於10的時候 它不對稱 它 為什麼 因為有一邊被擠住了 所以不會對稱 但是會怎麼樣子 它不對稱 但是怎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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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n越大的的時候呢 它怎麼樣 它會越趨勻對稱 OK 就稍微比較對稱 越來越 越對稱 因為怎麼樣子呢 因為怎麼樣子 我們來仔細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齁 很努力的一個一個加加加 你還有什麼感覺 對這個開 square 它這樣的公式 有什麼樣的感覺 嘿 你會不會覺得 我的n越大的的時候 這個開 square 值 可能就是會越大 對不對 就是我加越多像嘛 n越大每一項都一定是正的值嘛 是不是 每一項是不是都正的值 所以我n越大 我的開 square 的值 是不是 你會期望說它會越大的值 有沒有這樣的概念在這裡 你從它的公式裡面 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Formation zi 平方 因為它是什麼 Formation zi 的平方 i從1到n嘛 這樣叫做是一個開 square 值 那每一個 zi 平方都是正的值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我又從1加到n個 所以我n越大的的時候 我加越多的正的值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就會期望說 這個開 square 可能是越大的值 那開 square 的期望值是什麼 其實就是它的n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公式 i square 是這樣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有寫成怎麼樣子呢 寫成怎麼樣 Summation 上面是什麼 x減掉 mu 除上 sigma 平方 我們剛剛有寫成這樣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開 square 好 然後你看一下喔 這邊 sigma是什麼 是一個常數對不對 一個族群是不是只有一個sigma這樣的值 所以它是一個常數 OK 好 所以常數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sigma平方放下來 把這個平方放下來 所以只剩下上面的這個 xi-mu 的平方 這樣可以嗎 沒有問題吧 也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上面是一個什麼東西 上面的這個分子是什麼東西 上面的這個分子是什麼東西 我們把這個擦掉 把它移到這邊來好了 所以我們的開 square 也可以寫成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好 好 你看看 上面這個分子是一個什麼東西 跟sigma平方有什麼關係嗎 除上它的各處的時候 就變成sigma平方對不對 所以上面是一個什麼 上面是一個sigma square 對不對 你記得我們的sigma平方是怎麼算的 是不是這樣子 sigma平方是不是這樣子 算的 定義嘛 sigma平方的定義是這樣 所以上面是一個什麼sigma square 下面除上各數對不對 這樣了解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sigma square其實就是在看什麼 這個xi 稱吃不齊的程度對不對 我們第一次就講了 什麼叫做maris 我們先看 它跟mu之間的距離有多大 但是距離的話有正有負 所以我們把它取了平方 都變成正的值了 這樣出來叫做sigma square 那這個sigma square 會因為n的個數越多 所以越多 所以為了要比較的話 下面在除上它有個數有多少 得出來的叫做variance 這樣的定義 所以sigma square 其實假如個數是一定的的時候 直接比較sigma square也是一樣 這樣了解嗎 好 好 所以上面這一個是一個sigma square 所以sigma square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sigma平方去乘上n 對不對 這個把它乘過來 可以嗎 接受嗎 這個 我們看這個值 等於這個值 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上面k square這裡 是一個sigma square 對不對 所以sigma square的期望值 它的期望值 它假如是樣本的話 但是對 對所有可能樣本的它找出來 叫做期望值 對不對 它的期望值 是什麼 分子的期望值 是什麼 就是什麼 就是variance乘上它的有幾個個數 所以呢 k square的期望值 就變成什麼 就是分子的期望值是n乘sigma平方 分母呢 也就是sigma平方 因為它的期望值 它是一個常數嘛 所以還是sigma平方 所以k square的期望值 就變成多少 是n ok 它的期望值是n 也就是什麼 我的sample size n越大的的話 我們會想說k square的平均值會越大 的意思 期望 它的期望值就是它的平均值 這樣知道嗎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第三點 對不對 它的 期望值 就是n ok 好 第四點 就是 就是 起 這個 相當的 就是 這個 呢 所以 它才是一個ki2 這樣叫做ki2加乎性 而且出來的這個ki2的degree of freedom 是怎麼樣子 假如我們這個叫做第三個的degree of freedom 這個是第一個ki2的degree of freedom 這是第二個的degree of freedom 那麼這一個加起來的這個ki2的degree of freedom 就等於前面的這兩個ki2的degree of freedom加起來 這個叫做ki2的加乎性 所以兩個ki2加起來的和出來會是一個新的一個distribution 它還是一個ki2 那它的degree of freedom呢 就是這兩個ki2的degree of freedom的和 這樣叫做ki2的加乎性 可以嗎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想的 好 這樣的一個ki2 為什麼可以用來test variance 某一個數字 我們不要忘了我們的目的 是用ki2要來做這個目標 在這個目的對不對 好 那你想想看 我們的ki2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的ki2的值是怎麼樣子 上面是上面是sum of square 下面是一個variance 這樣叫一個ki2對不對 然後要用來test 要用它來test 某個族群的variance等於某一個數字 這個族群的variance 某一個數字 你發現了什麼障礙了嗎 有沒有像我們在講z的時候的障礙 你看 怎麼樣 我手頭上 手頭上會有的是什麼 只有樣本的特徵值而已 樣本的什麼叫樣本的特徵值 我可能有x的值 我可能有x bar的值 我可能有x平方的值 我可能有x平方的值等等這些 然後還有n的值 這都是從樣本你可以得到的一些東西 一些東西 數值 對不對 但是 這裡有沒有障礙 我要test說 我從樣本裡面 拿到了 拿到了這些值裡面 我要去test說 這個族群是屬variance屬於多少的 那我可以把我這個variance 就是放我的none hypothesis裡面的這個variance 放下去 但是呢 我哪裡去找一個這個族群的特徵值 mu來呢 這是另外一個族群特徵值 這個rate 找得到嗎 你手頭上有嗎 沒有啊 沒有怎麼辦呢 就像我們在做z的的時候 我們要用這個式子或這個式子 來做test什麼 mu等於某一個數字 但是呢 這一個族群的特徵值 另外一個特徵值 你不知道的時候 做不了啊 手頭上沒有這個值可以用啊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不好 對不對 我們拿不到他啊 是不是 拿不到那個mu 那怎麼辦 我們來發展一下另外的東西 這個加藤信記在心裡面 等一下會用到 好 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他 好 下面這個先不要理他 好 我們要來做的是 domation xi-mu的平方 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把他想說 那我手頭上沒有mu啊 那我可以用誰來代替他 x bar 我手頭上有樣本的平均值吧 那我能不能用x bar來代替他 那這個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我要是用這一個的話 來塗上這一個的話 我要是可以做用這樣子的時候 我就怎麼樣得救了對不對 對 就是 我這個值有啊 這些值我都有 然後這個就是我要paste的那個variance no hyposis的那個值 我帶進去 欸 沒問題的 在這邊 但是呢 這是誰 這個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來發展一下 好不好 為了要解開這邊 跟這個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怎麼樣來看呢 我們先看一下 從簡單的來講 xi-mu 不要先用x x-mu 就是x-x bar 加上什麼 你要讓等式的兩邊相等的 等號的兩邊相等的的話 你怎麼辦 x bar 減掉mu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就兩邊相等的嘛 可以嗎 然後我再把它刮起來 這樣可以嗎 這樣還是相等嘛 對不對 好 然後我開始來做了 那這個所有的x都可以這樣 對不對 我x1可以這樣吧 ok x1一定是這樣 好 那我把它平方起來怎麼樣 你看我這邊有平方向嘛 所以我x1-mu的平方 會變成什麼 x1-x bar的平方 加上什麼 x bar-mu的平方 加兩倍的平方 x bar-mu 乘上x1-x bar 這個 這個 沒問題吧 左右都把它平方起來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可以吧 那我x1可以這麼做 x2是不是可以一樣化 胡蘿 x2-mu的平方 x2-x bar的平方 等於怎麼樣 x2-x bar的平方 加上x-mu的平方 加上兩倍的x bar-mu x2-x bar x2-x bar x2可以一樣化胡蘿嘛 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x i都一樣化胡蘿 畫到誰 我有n個樣本 這個 所以你想說我們為什麼要從x1做到xn 要跟它一樣啊 所以怎麼辦呢 我把這些所有的怎麼樣 我把它加起來好不好 加起來以後左邊是不是就跟它一樣 好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以後 左邊等號的左邊這邊是不是就等於什麼 xi-nu的平方 i從1到n 沒問題吧 是不是 然後右邊呢 這一個式子 垂直的把它加起來 這樣把它加起來 它變成什麼 smation xi-x bar的平方 i從1到n 誒這是誰 這個是這一個 對不對 後面還有尾巴不要忘掉它 後面這個是什麼 x bar-mu 有幾個 全部把它加起來以後 有幾個 n個的什麼 x bar-mu的平方 ok 還有一個 調夾位的 這個是誰 大家有共同的這個 把它放出來 x bar-mu 然後後面這個呢 是 summation örmation x i x bar-x bar-i從1到n 好 再來看了 這個調車圍的這個是誰 這個是多少 赶快有感觉一下 这是一个常数对Ray 这个呢 这个呢 每一个数值减到它的平均值把它加起来等于多少 等于0对Ray 这是反应比较快 等于0 所以这一项怎么样 消失掉了 没了 没了 很好 很简单的 消失掉 有什么这样 可以吗 没了 没了以后 所以剩下这样子 这样子的时候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移到这里来好不好 所以我们做出来了 它是什么啊 加后面的这一项 n的什么 x bar-u的平方 ok 好 加这一个了以后 我们把下面的给它 这个利用完了以后呢 就给它擦掉 忘掉它 好 所以呢 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原来的k square 我们的k square下面还有涂上一个数码平方 把它恢复到k square的式子来 大家都涂数码平方 还是一样相等嘛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啊 一样相等 对不对 好 一样相等的以后呢 接下来 我们为了让你 看得比较顺眼一点 也是很重要的 怎么样 这个n 能不能移到分母来 变成什么 n分之星码平方 可以吗 一样吧 对不对 我反映一下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好 就这样子 好来 开始看 这个是谁 所以我们刚刚到定义来的 这个叫什么 k square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多少 n的 ok 然后呢 这个是谁 这个是我们要的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东 但是呢 我们深切的盼望 我们能不能用它呢 对不对 这个多好 哇 这个数值我们都有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 开始 那个sigma平方的test 对不对 我们深切的 要想知道这个 然后呢 但是这里有一个 比较容易回答的 这个 这个呢 这个 我等一下做给你看 这个是什么 distribution 这也是一个k square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1 ok 等一下解决你看看 这个是k square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1 ok 那假若是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 接下来就很开心呢 这个是谁 k square的加成性 所以这个是谁 k square 所以这个是谁 tigue of freedom tigue of freedom 等于多少 n-1 得救了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 只要来解决这个 知道说 这个就是k square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1 那么从此之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k square digue of freedom 等于n-1 的k square 要记住喔 有什么不一样 digue of freedom 等于n-1 这边的分值的这个 减的平均值 是样本的平均值 这个digue of freedom 等于n的 这边减的是mu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digue of freedom 是多少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是这个 减的mu 或减的x bar的时候 digue of freedom 是不一样的k square 所以呢 所以呢 以后呢 我们做的时候 做那个test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test variance等于某一个数值的时候 要用谁来做 要用这一个k square digue of freedom n-1 来做 因为什么 这里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我们需要的东西它都有了 对不对 好 但是这个小小的尾巴 来解决一下吧 它是k square digue of freedom 你怎么认识它的呢 你看 照我们k square的定义来 前面k square的定义是什么 是什么 summation zi平方的rate 是怎么样 zi平方 然后呢 它的digue of freedom 等于n 对不对 i从1到n 然后它是什么样子来做呢 上面的话是什么 x i减掉 mu的平方 除上n n 除上suma平方 这样 对不对 所有的zi平方 把它弄起来的话 都可以叫做k square 那你有没有想过 想过 这样的一个k square的话 那我取样的时候取n 对不对 这个n是什么东西 任何的正整度都可以 对不对 从什么 12345到100到1000 通通都可以 这个ring 那我们有n等于1的 我可不可以n等于1 可以吧 我找n等于1的时候怎么样 诶 n等于1的时候是怎么样 summation 这个zi平方的话 i从1到n 就不用加了 对不对 就只有一个啊 所以z平方 这等于什么 sigma的平方 x减掉mu的平方 对不对 这是不是d平方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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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是不是 照定义来 k square t square of freedom 等于1的 就是这样子 可以吧 没有问题吧 他只是他这里的一个特别 我这里 i从1到n 那我的n 能不能是等于1的 那我的n等于1的时候 我这个就是z平方 我根本要加很多个 我只要 不用加 因为n等于1 那这个叫做 k square of freedom 可以吗 好 除了x的图群以外 我们有一个叫做x bar的图群 对不对 x bar的图群是怎么样子 x bar的图群的时候 他的平均值是m variance是多少 n分之sigma平方 是不是这样子 x bar的图群 那x bar的图群 能不能变成z平方 可以吧 x bar的图群 变成z平方的时候 变成怎么样 summation zi平方 是怎么样子呢 每一个x bar 减掉多少 他的期望 是不是mu 可以吗 把它平方起来 有多少个 然后呢 除上x bar的 什么 n分之sigma平方 可以吗 这个呢 是不是也是k square tg of freedom 等于n的 可以吗 summation zi平方 就是叫做k square 看得懂吗 我x bar的图群来讲 他怎么样变成z z x bar减掉 他的z是不是这样 x bar减掉 他的平均值 涂上多少 涂上n号n分之sigma 把它平方起来 叫做z平方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z平方 假如要在summation起来 就这样子 有几个z平方 合起来 就是这样 到定义来 这个就是什么 degrees of freedom 等于n的k square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样子 你把平方向弄下来的话 这里就是n分之sigma平方 上面呢 就是summation x bar 减掉min的普方 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i等于1到n 这个也是一个k square 你不要freedom 也是都打n个的嘛 到定义来啊 可以接受吗 好像有一点这个疑惑的样子 嗯 慰存你知道的吗 以思你懂的吗 可以接受吗 好 假如可以接受的的话 那 我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看 那我degrees of freedom等于1的是多少 degrees of freedom等于n是这样 degrees of freedom等于1呢 我sumation x 我sumation x 只举一个 的时候 它出来是怎么样 我这个加起来又没有掉了 就不要加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得出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 看到了吗 所以我的sumation x n等于1的时候 就是什么 degrees of freedom等于1 就是一个k square 就是这个 就这样而已 所以一切都是照定义来而已 只是呢 你的zi平方 到底是用x 还是x bar 的一个zi平方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k square degrees of freedom等于1 这个呢 是k square degrees of freedom等于n 依照k square的加乘性 所以呢 这个 出现了 k square degrees of freedom等于n-1 所以呢 我们就要用 这个k square 来做k square taste taste什么 taste 这个 variance 某一个数字 ok 那 我们就先 到这里 休息一下下 那么 下一堂课回来的时候呢 要用大家来想说 诶 那 怎么样taste ok 你 上面代表的意义 为什么这个式子 可以来taste thevariance 等于多少 是 没有 诶 诶